欢迎回到现场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游艇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台湾的确诊人数过了一万了 很多人非常的惶恐 大家记得在一个月前 我特别邀请到何美香跟王碧胜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当时何美香特别告诉我 他说台湾应该利用这个时候 赶快加大确诊的规模 那个时候他大概一天确诊 十几个确诊的个案 现在上了万了 我想大家会感受到台湾 现在好像要准备跟国际接轨 亚洲的国家当中 我们现在看到南韩跟新加坡 现在是完全解封了 这是我小女儿寄给我的照片 大家看到 新加坡他说新加坡的机场是人山 人海全部爆满 到了英国之后 这个我们也看到英国 不管在机场或在铁路上 英国已经没有人戴口罩了 所以这个是在最后一个 卖相跟病毒共存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们今天也看到 丹麦已经宣布停止施打疫苗 那么丹麦现在打过三剂人 大概九成以上 而丹麦染疫的人数 大概丹麦五百六十万人口 染疫超过将近四百万 我看大家都已经染疫了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 雅果游艇的侯佑林董事长 那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雅果是台湾游艇业的先驱 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东哥游艇跟嘉宏 在游艇代工 都挤入全世界前十档 那游艇旅游在台湾 也算是一个先驱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看看 雅果在去年 他的获利的九千多万 他EPS达到1.48 那我相信他辛苦很多年之后 现在的营运也渐入佳境 所以今天在关键时刻 我特别在疫情蔓延当中 请到何董来跟大家谈谈 游艇的产业 何董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非常欢迎 我特别要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疫情 给全世界带有非常多的面向 也带给很多的企划 尤其对有钱人来讲 这个时候 我相信这段时间 像类似雅果这样 这个有钱人的收华的产品里面 游艇可能变成一个 大家向往中的配备 你看以前高手的人 他喜欢买超跑 家里超跑放了几十步 现在他梦想中 可能有一部游艇 他可以开到近海的地方 可以邀请亲朋好友 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群体 大家一起出游 在游艇上可以做很多事 好 雅果其实 我也是大概去体验过了 我觉得你就坐在游艇上 看着两岸的景观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的 这个整个视野 跟你的开阔都不一样 台湾的游艇事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大概因为海境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对那个海 都有点忌怕 还有你看台湾在奥运的时候 我们什么游艇的项目 每次都一下就淘汰了 这个项目我们不强 你在等于是一个一片荒漠当中 建立了台湾游艇旅游的事业 我相信这个是台湾 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先从游艇谈起 大家对游艇的看法 这几年你有没有感受到 台湾的高手的阶层 对这个产业开始有很大的改变 对其实台湾人本来 台湾本来就四面环海 那台湾人本来对游艇 就有很多的向往 我想最早从事这个活动 我们那个齐美 许文董许董一开始就买游艇 但是没办法法令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就是 他只能用游船的方式出海出去玩 那从101年政府开放之后 其实大家就想要开始玩游艇 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码头 来给大家的游艇做停泊 来开启这个时尚的生活跟运动 那从103年 亚国就开始投入这个游艇码头 那一开始其实我也是 因为想要玩游艇 那而且我的行业 接触到这个嘉宏游艇 他本来是一个制造业 每天都去看人家在坐游艇 那为什么台湾不能玩 后来就跟我们这个嘉宏的执行长讨论 原来是台湾没有一个好的码头 所以为了其实也是为了喝牛奶 就养了一个牛 就做了一个牧场 就开始跟他合作 做了第一个游艇码头 然后开启这个游艇的休憩事业 那台湾从103年刚开始做 其实是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整个法令刚解除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游艇很陌生 而且很惧怕 看似很漂亮很好玩 进入就很危险 而且政府法令上也没有明确的松绑 所以出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从103年要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都其实都是在教育 都是在游艇上开开party 没有真正的出去 那出去也很危险 那从103 104 一直到有了真正游艇的基地之后 那比较特别的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这个产业就变得非常的流行 因为游艇是一个近海 私密小众的一种旅游 近海就是他游艇不是可以跑很远的 第二个私密小众不是说他的奢华 是说他游艇本来就小小的 他可以坐的人数本来就不多 所以你一定邀请你的至亲好友来参加 所以他是私密小众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不敢出去公众 也不敢跑太远 所以大家就进入这一个游艇修器产业 所以这两年来讲 全世界的游艇几乎都卖到缺货 全世界都缺船 现在订一艘船要等两年才会有船 那游艇的旅游变成非常的时尚 大家也比较敢去尝试 这一个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新兴的休闲生活 是 我想这个观念改变了 所以我也去体验过两三次 所以我印象深刻 这当中我想由雅果从成立到现在 去年赚钱 也就是说你辛苦很多年 现在正式也转扩为盈 那去年你也办了一个争治 休闲的旅游 同时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 雅果现在的开发案当中 澎湖的青湾的Vila 然后澎湖现在还有游艇码头 这个好像在马公的海边 现在就在靠近现在那个两个比较大的饭店附近 然后现在安平的这个是总部 那爱河的湾区的游艇码头也建立了 所以我想包括现在亚果会所 那我相信这个你的布局到现在为止 大致上的轮廓跟未来的想法 我特别要请教何董事长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在高雄设立压果 那一开始我们响应政府呢 这个向海洋致敬 所以我们在高雄这个高雄展馆 前面后面做了一个码头 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成立的时候 是没有经验 所以我们的码头 它其实不够安全 也不够腹地也不够大 那全世界的游艇会或游艇城 它其实有基本的配备 除了码头以外 它还要有很多陆域上的设施 来搭配才能够成为一个标准的国际码头 所以后来我们先 其实我们是先到澎湖去 因为澎湖呢有90个小岛 是最适合游艇做跳岛旅游的 那台湾以前都没有很认真的经营这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先 澎湖现在这么高 很多人去玩澎湖 通常会碰到风浪太大 那个船开不出去 所以这个你都要 这个旺安大概就很难了 对对 所以但是呢 其实澎湖的海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危险 它其实是受东北季风影响的时候 一段一段风浪 那在适合的季节 大概4月到9月 其实也是 这个风浪也是很平顺 那我们那时候就配合他前县长陈光复 就先做了一个游艇码头 把马公低渔港荒惠闲置 也黑黑臭臭的 先把它改造成这个澎湖的第一个游艇码头 因为我们想说 纵持有游艇 台湾有这么多游艇 他要出外旅游 那澎湖有90个小岛 是最适合去做旅游的 所以现在澎湖做 之后再回到台南安平 台南安平的案子 其实我们规划很久 但是因为一直卡在政府的一些政策 那一直到我们这个来福总统 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因为他以前是台南市市长 对整个台南的发展 他是比较了解的 他就赶快把这个案子拿出来招商 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 我们很早就跟这个新加坡夜容集团合作 是新加坡夜容集团来找我们 因为他虽然全世界已经有六七十个饭店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游艇饭店 他没有在游艇码头前面做这个饭店 而且他希望找的饭店是符合一些都市的文化 他不是做城市饭店 他是做度假饭店 那台南是很符合 有古都文化小吃加上海洋的因素 他觉得在台南做个饭店 以后外国人来台南旅游 还可以航行到澎湖继续旅游 可以完成一个阶段的这个海洋休憩的生活 所以我们把台南就先引进这个 北洋区这个月容庄国际饭店 到台南来发展 那因为整个港湖公司 跟我们的合作的部分 陆域有三万坪 我们就把它打造一个游艇城 把台湾没有的都把它引进来 第一个做两百个博位 第二个引进北洋区这个月容庄的一个国际饭店 那第三个我们也做了 或许全世界很多 但台湾没有就是水岸别墅 我们看电影参看到外国 迈阿密很多地方 这个别墅前面是可以停船的 那台湾因为没有开放 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是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也打造了这个水岸别墅 我们的船主跟会员中心 跟一些商务的办公室 跟度假的公寓 整个三万坪把它规划成一个台湾游艇城的重点 那相对的 我们除了在澎湖拿下马公渔港以外 澎湖县政府也给我们一块 这个青湾仙人掌公园来做开发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船主或会员或旅客呢 搭船到澎湖去的时候有比较多的景点可以去玩 我们上礼拜黄伟泽市长 台积电来了以后 其实它会带动非常多的高科技的消费 那这种像雅果在台南 我相信将来一定有非常大的潜力 能够在这种高阶的消费 高阶的文化当中 它独领风烧 所以我特别要请到董事长 就是说整个安平的这个游艇度假区 将来你最最终理想规划 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个蓝图出来 其实台南以前 我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 那以前大家都到台南吃吃小吃 然后就离开了 其实没有在台南做过多的停留 那每次看看这个刺坎头 其实也不够大 那这几年由于几个市长的努力 让台湾台南不管在产业 或者很多的景点上做了很多的改变 所以现在很多人 他直接的目的就是到台南 他就在台南选择这个度假过夜 住个两天三天 那我们台南其实是最早做海洋的一个都市 因为从以前的最早河南人进来 就是到台南从台南进来 所以台南本来就很适合发展这个海洋的修气 那最近有了高科技的这些产业进来 让台南人的整体的消费的实力 突然之间都暴增 那我刚刚就是希望说 我们把台南 因为他有这个天使跟地利 这个天使就是 经过这么多人的努力之后 刚好这个时间点 这些人刚好的经济实力都够了 那地利就是他的环境很好 这个环境刚好很好 那刚好疫情让这些人没办法出去 所以他们都来看到这个区域 所以他们就启发他们想要玩游艇 那我们比照国外 因为以前台湾在发展游艇产业 为什么都没有很成功 因为政府都是挑一些不适合的地方来做游艇码头 譬如废弃的游港 那这个地方很偏僻 离市中心很远 所以他交通不方便又没有生活机能 也没有腹地 跟游船结合在一起又脏又乱 所以很多人去看了 就觉得游艇好像不好玩 再加上大家对游艇产业不了解 冬天也要出海又觉得不舒服 所以游艇产业就被视为一个 沦为口号没有实际上的行动 那这一次其实配合的很好 加上我们先前的规划 有三万坪的土地 有打造五星级的度假饭店 那亚国游艇他本身除了做游艇会员以外 他其实他的子公司 像热火海洋 他也在做教育 训练大家考游艇 帆船的证照 带大家出去旅游 教各位考到驾照的人去自驾 然后跳岛旅游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子公司或其他的相关企业 都在做这个相关的训练 让大家不会说把游艇变成一个好像只是办party而已 没有实际的进入海洋 所以我们这个一开始就打算把整个游艇层的规划做得很完善 做一条龙的 从停泊 然后你买了船就要停泊 清洁维护保养 那你不会是你买的车你会拿回去车库放 但你买了船你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们帮你把这个停泊做好清洁维护保养 然后把驾驶都找好 带你去一起驾驶 驾驶个几次以后你就自己容易自己出海 那也建立这个新船的整个代理 二手船的买卖 也把金融体系找进来 以前买游艇呢 银行都不愿意放款 那现在呢 也开始有人成立租赁公司 专门成立来做这个海洋租赁的 就是租给游艇业者 把这一条种做好 那维修的部分呢 我们也跟很多像Bobo的这个协力厂商合作 做这个引行或者电机等等的维护 那买船变得更方便 变得更方便 也可以也把十一住行预热等生态系 都引进到我们这个码头里面 所以我们有饭店提供他住 提供来玩的人可以住可以吃 有比较特别的娱乐可以在里面 那当然我们也盖了很多酒店式公寓 因为来我们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北部来的 因为北部他确实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 冬天他的油 你现在大概我们看到澎湖有台南有高雄有 台中其实台中有很强大的消费 台中有钱人很多 对 有没有考虑说将来类似在台中或桃园 也再开拓游艇码头 这个侯董有什么想法 有其实我们对台湾整个码头都研究过 台湾有两百九十九个渔港 七个商业港 有的其实商业港都是可以并农游艇的 那渔港有的是适合 有的不适合 要看政府或当地的县市政府怎么做 但是我们为什么最早从高雄发展 当然跟这个县市政府的他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产业 最早是高雄陈菊在当市长 他就想要发展这个把港四合一 所以我们先在高雄做 那后来澎湖也做了台南也做了 后来高雄印象深刻是有一次小黄鸭 这个大家出海 黄色小鸭 那我觉得高雄你坐船到那个海上 去看那个两岸其实很美 所以将来如果游艇有个专区 你就在那个周边度假的这种游玩法 应该是会很新鲜的事 是啊 这个黄色小鸭或那一年的五月天的演唱会 其实有游艇人都开游艇去看 我们都知道澎湖有花火节 但是从以前没有人在海上看花火节 我们从有游艇之后就带县长 陈光沐县长去海上看花火节 现在所有去澎湖的人晚上都去海上看花火节 就不掉小管了 就开始去看花火节 但是我们除了发展这个台南高雄 澎湖这个三角以外 其实我们是想要往北部发展 但是受限于码头的取得不方便 其实我们想要台南上去嘉义 嘉义到台中 这个台中上港 台中上去新竹的南辽 这个桃园的主委 台北港现在好像也慢慢比较成型 对 现在我们也是希望跟政府争取 这些地方 不然每次我们的船要开到台北 经过台中都没有办法停留 也没有补给 有时候船坏掉也很麻烦 那其实台湾四面环海 其实整个台湾都是可以做码头 像新北市如果像淡水河 你在淡水设一个游艇码头 我觉得那个你就单单淡水河 就有很多乐趣在里面 淡水河其实现在已经有我们的同业 已经有设一个小型的游艇码头 但是现在政府做的都是一个小型的游艇码头 他没有办法做成一个规模 他没有补给 像全世界这个五金毛游艇码头的 这个规范 他其实有很多的规定 不是只是盖一个小小的停车场 给船停就好 更何况淡水是游人码头 游人码头就是游民在用的 跟游艇有时候就不会 没有办法相容 会有很多纠纷 而且到淡水其实是比较拥挤一点 我们还是觉得政府应该把 这个台北港台北山港 开放一部分来做游艇码头 三港座游艇码头是最符合国际规范 因为很多游艇他是注册在外国籍 他可以在三港座长期的停留 将来台湾这种自购的游艇的比例 会不会比较随着经济的改变 那个大家会能够自购游艇会越来越多 这个我们其实都用亚洲国家来比较 先不要用欧美 欧美可能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有游艇 台湾GDP大概人均现在大概三万五千块美金 我们看一下香港 香港可能比我们多几千块 但是香港人口几百万 有1.1万艘的游艇 1.1万艘 所以台湾这样继续发展下去 我看台湾的游艇上万是指日可待 现在几艘啊 现在政府的统计有大概两千艘 但是他这里面含了很多的交通船 运输船日夜坛的游艇等等都算在里面 我们自己民间规划大概用博位来算就知道 台湾目前的博位大概八百个 全部停满就是八百艘 如果没有新的博位产生 那大概就是只有八百艘游艇 所以我们估计大概只有六七百艘 未来十年我认为会成长到上万艘的游艇 所以这个其实自购游艇以后会成为一个趋势 所以我看那个东哥游艇他专门在做带工 对 带工游艇外销 我看他这两年业绩非常好 所以显然在疫情当中这种游艇的兴旺 大概台湾慢慢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潮流 所以我觉得以你这个亚国游艇在台湾 你过去几年很辛苦嘛 但去年大概看到 我看你上半来下半都赚钱了 而且EPS也到1.48 所以我想整个情况大有改善 所以今年我看你又要拭目了 我相信今年一定有很多的新的想法跟大的要升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请教董事长 你对未来的亚国有什么样的想法 未来亚国当然要把我们整体游艇产业的一条龙做好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代理这个游艇进来台湾做 因为我们要做码头嘛 所以我们做了码头就一定要有船来艇 如果我们认为没有船来艇那何必盖码头 所以既然要盖码头一定有很多船 那台湾本身有很多很强的游艇制造业 但是买游艇这些有钱人买船 其实不太喜欢跟别人买一样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欧洲 美国 澳洲各地引进 这个不一样品牌的游艇进来做销售 那台湾目前的游艇制造像东哥 嘉宏 他们都是做偏大型的 因为他们的客人都在国外 对 玩游艇是由小玩到大 从40尺 50尺 越玩越大 对越玩越大 所以东哥都配合他的客人的成长就越做越大 所以小的游艇呢 其实这种量产的游艇还是在欧洲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开始布局 带领很多新的游艇跟船船进来做销售 那有新船销售一定会有二手船买卖 所以我们也成立二手船买卖的公司 也来做这个游艇的贷款租赁 那当然贷款的部分清洁维护保养 维修或者以后的代价或海洋秘书 水手这些培训我们一条龙都在做 对 这是属于海上 那现在其实每一艘游艇他很多人都觉得游艇很贵 买不起 其实游艇的贵跟便宜 取决于政府的决心 因为欧洲也不是比我们有很多钱 为什么会五个人就一艘船 对不对 目前台湾的停泊费大概是一尺三十块 所以五十尺的船呢 一天就要一千五百块 一个月就要四万五 年缴打七折可能都要三万块 那为什么成本会这么贵 因为取得不容易 政府收的租金水比陆域还贵 水比陆还贵 因为我们用国际商船再停泊的方式 来给你收这个租金 那在国外像韩国跟我们大概同时间发展 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因为政府把这些设施都做好了 他把护腕 挡量体 浚升 这些都做好交给你 而且很多都是用无偿的方式租给你 让你去推动发展 但是目前台湾没有这样做 有业者要自己投资 所以这些成本就会转嫁给消费者 那第二个呢 台湾把游艇当成奢侈品 所以要收进口税 博物税 奢侈税 那这些税都收起来 那这个船价就会变高 那船的维修怎么办 一艘船要维修维护 要吊起来 但是我们没有公共设施 很多人认为说 为什么要玩游艇 我们去登山很便宜 登山其实很贵 因为政府要一直开公路 一直开 开到御山 所以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去登御山 可以去走什么溪头 其实这些路都是政府免费做出来的 但是政府没有免费做码头 山里面每年都要维护 台风一来就会吐石流 但是海是地球的 是不用维护的 我们知道把码头做好 其实玩游艇或玩帆船的成本 比登山还来得低 这一点我不知道政府有没有想通 而且水域比陆域大这么多 只要我想台湾人现在的环保意识很够 我们玩水的时候 我们不会制造很多的脏乱垃圾 我们还是讲疫情对我们确实是有帮助 第二个水到渠成 因为政府确实我刚刚讲那么多 其实政府也帮我们做了很多事 也做了很多的推广 让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游艇这两年的复苏确实很快 尤其消费力很强 那民间也很愿意投资在这一个游艇修器 这个产业上面 好我想今天非常感谢何董 特别从台南来 来跟我们来谈谈游艇这个产业 我相信这是台湾非常陌生的行业 但是对亚果来讲 亚果等于是披荆斩棘 一步一脚印 带领台湾在产业当中 慢慢站稳脚步 然后开始要往前走 所以今天我相信是 今年是亚果非常重要的 起飞的关键的年代 今天非常感谢何董事长 等一下回来我们请黄契来告诉大家 下一周的投资方向